大家午安安捷一期全身廠 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 昨天的這個外交危機 好賴政府都還沒上任 但現在就已經有外交危機了 南太平洋島國諾魯 決定要依照聯合國2758決議一中原則和我方斷交 AIT主席羅森伯格呢 今天就表示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失望的決定 好但是呢現在大家就要問了 到底台諾斷交背後的原因為何 其實在昨天外交部的記者會上面 這個次長他就有先說了 這是因為呢 先前諾魯曾經向我方要求一大筆的金額 但是這個金額的內容 還有他的數量 已經遠遠超過邦交國一般的要求 那他說呢 外交部就說這個當中很讓人覺得有點脆心的就是 還跟中國來進行比價 所以呢這導致說後來 諾魯選擇和我方斷交的原因 外媒路透社現在就報導說 中國提出每一年向諾魯 提供1億美元大約是31.5億元台幣的金元 這是諾魯後來決定與其建交的主因之一 好AIT的主席羅森伯格在今天他同時也被問到說 台諾斷交的看法如何 好一開始他就說了 對諾魯的決定是覺得非常的失望的 另外呢提及到這個諾魯他們說 是依循聯合國2758號決議來與這個中國大陸建交 與我方來斷交 可是呢羅森伯格他是這樣回應 他說2758號決議是沒有決定台灣的地位 沒有排除任何國家和台灣建立外交的關係 當然也是沒有排除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的空間 這是一個比較具體的表態 另外呢也被記者問到說 國台辦說這個民進黨當選不代表主流民意 那他的回應是什麼呢 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羅森伯格他相對是比較保守的 他說不會代替中共當局來發言 好但是對於這個聯大第2758號決議 先前中國大陸外長王毅 他曾經在2022年9月份 當時這個聯合國大會的會議上頭 他是做出一個具體的表態 我們來看到他是說呢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認為一中原則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但他這樣的說法和羅森伯格的表態 是有一點點出入的 好其實呢這個羅森伯格他今天就表示說 2758號決議是沒有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跟大陸先前的說法是不一致的 前東華大學教授石正峰老師他就分析 這是代表美中之間其實在這項敏感的議題上 沒有共識各說各話 美國從來你說要要說破也好就是說 你就是你這樣說我就是這樣子 其實他的那個是就是說 他的政策就是說我知道了 Acknowledge 我知道你們的立場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各說各話 然後在國際上然後用這樣子的 就是說各自的這樣子來應對 只不過說這一次裡面呢 其實他講的是很清楚 就是說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取代中華民國而已 那台灣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特別提到 大陸外長王毅在昨天的時候 是到北非國家土尼西亞來訪問 他特別表示 土尼西亞方面是恪守一中原則 和聯大的2758號決議 支持中國大陸在全部國土上行使主權 是互相符合的 台獨從來不可能成事 過去不能今後更絕不可能 台灣島內誰想搞台獨 就是分裂中國的國土 必將遭到歷史和法律的嚴懲 王毅他特別感謝土尼西亞方面 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的 問題上的支持 他同時也表態 中方也堅定支持土尼西亞方面 維護主權獨立和民族尊嚴 好 但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朝鮮半島目前的局勢 感覺上南北韓真的是很緊張 而且沒有辦法溝通了 好 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在昨天下令說 從憲法當中要刪除 自主和平統一跟民族大團結等詞彙 甚至說要修憲把南韓定義為 頭號敵國和永久的敵人 對此 南韓總統尹錫悦也發表看法 我們國民們不安地做 而主要的公共自主權獨立 大戰爭以內 金正恩甚至說要下令要切斷南北韓交流的鐵路的相連的路段 另外在平壤南部關口的祖國統一三一憲章的紀念塔 依然要拆除 看来是对于切除南北韩之间的连结 以及这个统一意志是非常的决绝的 好来看到呢波音最近真的是状况不断 现在根据外媒的报道 日本的全日空班机又在美国机场传出了擦撞事故 这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旗下的一架波音777的班机 14号晚间在美国芝加哥的机场滑行 准备要起飞的时候 但是全日空的航班的机翼和美国达美航空 另外一架波音717的尾翼相撞 索性是没有人受伤 但现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经展开了调查 其实在今年一开始还没有满一个月 就不断传出飞安事故 好先前就是在年初的时候 这个日航的班机在雨田机场 撞上了海上保安机的这个飞机 那另外呢美国阿拉斯加航空 也发生了一架波音737在飞行当中 这个门居然脱落了 好真的让乘客都吓坏了 在上周的时候 全日空的客机驾驶舱的窗户也裂开 当时被迫紧急降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